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陈玉珍嫌台湾增强国防自主没有用吗 名嘴傻眼 汪友也狂轰 有人打你 连拿东西防卫自己都不用吗 只能跪下吗 陈玉珍是共产党派来的吗 按照他的逻辑 最后就是被中国侵略 军方2019年开始量产增程型熊二一巡翼飞弹 射程高达1200公里 涵盖范围包括中国东部战区 江苏歼20与轰6K基地 安徽歼16跟江西歼11基地 还有上海南京都在射程范围 甚至福州 无人机 南部战区 福建 广东的火箭军基地 都会被熊二一锁定 但陈玉珍认为这些钱不如拿来凭经济 或者关心退伍军人 国防有没有还有军人的心 比如说蔡政府在对军人这一方面 比如说对退休的军公教 这种无止境的这种砍杀 连自我防卫都不行 那这样你认为黑道是说 哎呀 你台图真好 我以后就不闹力了 还是会为所欲为 我相信国人没法接受 这样的国民党可以在台湾继续发展下去 下个会齐成玉珍即将上任 国民党党团干部 但被质疑轻中唱衰国军 再伤蓝音形象 三立新闻方普风萧宇志 谢孟哲周宁 台北部导